你不能在这看 快走快走 你不能在这看 他们都在这看吗 他们是粉丝探班 而且他们都是人带着来的 我也是人带着来的 谁啊 那 那 好了 你别推我一下 配合一下 配合 别推我 配合一下 配合一下 就是没穿这身衣服 我也是人带着来的 配合一下 配合 配合 你别推我 配合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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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意思啊 这是我老家的亲戚 好的 诚哥 我们在这看吧 好 叔叔 那我先过去了 行 行 先忙 孟孟 赵老说趁现在有时间 咱们把昨天的呼吸 重新拍一下 导演 我们这边好了 让媛媛等一下 我再看一下 你怎么看起来 比上次还紧张 还好吧 我再来 你怎么看起来 听说这场戏是重拍的 之前拍的导演都不满意 不会吧 导演之前不是说挺欣赏杨文部演技的吗 通稿你都信啊 他就是个花瓶死妈祸 哎 不是你这俩还要怎么说话呢 谁死妈祸啊 哎 人的女孩多好啊 工作多认真呢 演得多好 人家长得漂亮就是花瓶啊 你还那想拿花瓶和担护杖呢 你谁啊 哎呦 孟贵还有一个 这么大年纪脑残粉啊 就是 这么大年纪怎么了 这么大年纪怎么了 谁脑残粉 你说谁脑残粉 你啊 谁脑残粉 就你脑残粉 你才脑残粉 你们俩都是脑残粉 你们全家的 你们全家的 你们全家上费 你一门 你一门 就是这么突然 你干嘛 你别碰瓷 我可没碰你啊 我去看看 我去看看 叔叔 没事吧 你掉在哪儿 这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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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纯蒙 退 来 爸爸 别抱我 我刚从地里回来兜着汗 快吃吧 一会儿化了 谢谢爸爸 爸爸 我以后要赚好多好多钱 让你住上大大大大房子 每天有很多很多的冰棒吃 再也不用辛苦地出这么多汗了 来 看看鞋怎么样 说嘴上这 来 帮你擦擦 好吃吧 阿婷 你小路线 周园你都看着呢 你装了这么久 我知道你不是杨默鬼 我知道你不是真正的杨默鬼 你爸爸也知道 他从见到你第一刻就认出来 他一直在极力隐瞒自己的身份 如果不是这样 他为什么要隐瞒呢 我会好好照顾他 相信我 相信我 我会好好照顾他 出血之下六十机场一进三次 开始 爸爸 我以后要赚好多好多钱 让你住上大大大大房子 你别走 你别走 我好不容易才见到你 你要是走了 我该去帮你找你了 我是他 我走 我走 你不走 你不走 我走 我走 你不走 我走 我走 好吃吗 好吃 好吃 他 好 非常好 别担心 医生说你爸我你不大 我们再等等吧 谢谢你啊 应该的 你 你 你是怎么知道的 你的力气很大 不像女明星 会骑电动车 直到高温补贴 还会吃老家送来的烤馍 不会跳舞 不会硬 左撇子 杨木龟吃坚果会过敏 可是你老爸来的那天 你还是吃了花生 还要我继续说吗 不用了 可机关机的我还没有说 我不小心 在你家看到你爸和你的合影 那你为什么不揭穿我呢 你演得那么用力 我怎么忍心揭穿你 何况 你是因为好心才让我进家门下楼县的 你本来可以把我拒之门外 我怎么可能害你呢 给我讲讲你的事吧 你别怕 我只是好奇 如果要出卖你的话 也不用等到现在 好 其实 我跟杨木龟 是双胞胎姐妹 我们从小就被父母抛弃了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自打我有记忆以来 我就一直生活在福利院 我身边 也只有姐姐一个亲人 以后你不许讲我妹妹东西 听见没有 知道了 以后不要怕小胖 有我呢 那她以后要是再欺负我 你不在身边呢 那你就打回去 我能打过她 你肯定也能 我们可是双胞胎 姐姐跟我不一样 她聪明 勇敢 从不肯吃亏 我就像是她的影子 她永远挡在我的前面保护我 虽然有的时候 也会挡住光芒 但是我已经很知足了 我知道 姐姐会一直保护我 后来 福利院 来了很优雅很优雅的叔叔阿姨 她们都是很有文化的人 我和姐姐都觉得 要是能被她们领养 那就太好了 然后 杨梦归 就被这对夫妇领养了 那对夫妇不能生育 她们想要一个聪明漂亮的孩子 姐姐被她们领养了以后 没过多久 就带她移民加拿大了 听说那对夫妇 后来成功地 又有了一个儿子 我从来没有听姐姐提过那个男孩 也没有听姐姐提过他的养父母 我想她在国外应该也过得很辛苦吧 那你呢 我啊 姐姐走了以后 我当然是非常想她了 毕竟 我跟她出生之前就认识了 后来 我因为探完跑了出去 就被这个贩子给抓走了 这谁叫孩子啊 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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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醒醒醒 其实 我也记不太起来了 我不知道 我晕倒的时候 人帆子有没有追过来 我也不知道 爸爸的车和年货 是怎么丢的 我只知道 我跟爸爸最后只能走回家 醒了啊 我可以自己下来走 没事 你轻得跟他什么似的 以后你要多吃吃点大肚啊 你几岁了 我七岁了 七岁了 你叫什么呀 红霞 红霞 这么不好听 叫的人太多了 我给你改一个 我呢叫 肖远山 我跟我姓肖 然后你叫 你叫肖木 这个好吧 喜欢吗 有文化是吧 所以说 肖木这个名字 是这样得来的 用木做名字 听起来是有点奇怪吧 但是对我来说 这是一个很珍贵的字 你跟杨共归 后来是怎么相遇到的 我跟养父回家了 爸爸妈妈都对我很好 爸爸还曾经带我去找过姐姐 但是那时候 姐姐一家早就已经搬走了 但是我知道 姐姐是那种 没有我也可以过得很好的人 所以后来就慢慢地没那么担心她 直到去年我进城打工 居然又遇见了姐姐 我打过很多份工的 后来固定送外卖 因为我人比较勤快 所以赚得也比较多 其实 做外送员的女生不多 你想听真实的原因吗 因为我在餐馆工作 老被合作的客人模 所以你怕 我怕把他们打坏了 因为我力气太大 后来 姐姐成了大明星 也改了名字 叫杨木贵 再加上 一直没有演电视剧电影什么的 所以有大半年的时间 我不知道我们离得那么紧 您好 您的外卖 请进 我想 可能是老天有眼吧 有一次我送外卖 居然送到了她那里 姐 怎么会 她是大明星 也是大忙人 经常感叹自己的时间不够用 居然意想天开的 想要我去代替她 后来 我在她的培训下 我也能演她 演得八九不离十了 后来 我偶尔会代替她去上课 居然也没人能认得出来 再后来 再后来 姐姐临时要出国 竟然想让我代替她去出演毕业大戏 喂 姐姐 我现在出了一点姐姐的情况 我必须马上离开 姐姐 你怎么了 所以你要替我出演一下我毕业大戏 可是 你先听我说 这一演 就从那一天 演到了现在 那也当我爸爸躺在病床上 我都不能光明正大地喊她一声爸爸 那 那 杨梦归现在去哪了 她有自己的事情要忙 我也不想要多问 我的任务 就是帮她瞒过这一段 等她回来了 我就把她的身份还给她 你有没有想过 其实没有你姐姐 你有可能成为民演员 你 你说什么呢 我现在的一切 都是姐姐借给我的 包括演戏的机会 如果没有她 我就不会有今天 你可以争取到机会 只要你想 你别瞎说了 我不过就是一个外卖员 再怎么努力也是没用的 陈墨 你会帮我保守这个秘密吗 你会一直帮我吗 算了 我问了你也是白问 就算你要全部都说出去 我也拿你一点办法都没有 但是我不会 我也拿你没办法 为什么 问那么多干吗 反正 你拿我没办法 我也拿你没办法 我会一直陪在你身边帮助你 直到出去之下白问 我相信你 好 手术挺成功的 不用太担心了 谢谢医生 谢谢 爸 你醒了 我差一点 你这才听不到你喊爸 对不起爸 我不是故意要骗你的 我姐姐她突然离开了 帮我代替她一段时间 这么大的事情 我不敢透露给别人 你也帮我困难 爸爸明白 爸爸不怪你了 爸爸看着孟陌 我人也漂亮 还会演戏呢 爸爸高兴和来不及了 真的吗 爸 你是怎么认出我的 别人都分不清我跟我见 你认得不是屁话吗 你是我从小带她 我 我 我还能 让你重大点 你 你可要好好置别 要赶紧好起来 你知道了吗 我还让她为了我 处理人 很适合 你对了 我们这次 能好起来 得多亏人承诺 你晕倒的时候 她可是第一个冲上去的 是啊 那我可得好好歇歇 她人呢 她说她有事出去会 靠墙站好 嗯 好的 来 帮我一下我 一米二五了 都一米二五了 我们熙哥长大了 对 我长大了 你长大以后想做什么呀 我长大想做 陈先生 我是中介 是您这边要卖房子吗 是的 你进来吧 陈先生 您这些家具是要搬走还是 都处理了吧 行 对了 那您在这边签个字吧 之后我也方便带客户来看房子 您这个房子啊 虽然位置偏 但是户型还不错 根据我的经验 应该很快就能卖出去的 好 那就麻烦你了 爸爸妈妈 我这样做是对的吗 你们离开之后 我被很多人欺骗过 我学不会欺人别人了 但是有一个女孩 让我觉得世界还要求 喂 陈墨 我现在回家 跟我爸做点好吃的 你有没有什么想吃的 我做好了一起给你带过来 不过医生说我爸只能吃清的 他呀非闹出要吃什么 海鲜啊排骨什么的 他现在肠胃哪里受得了啊 还说想吃懒 我才不给他做呢 不过你可能连委屈点 跟他是差不多的了 还是清淡一点的身体好 什么 你怎么说话 你一直在说话 您让我说什么呢 对不起啊 那你的事情办完了吗 都办完了 可以不用再担心了 那就好 那就好 你看 过了 各组准备转场 刚刚这条不错 最近状态越来越好了 如今 转场了 你不用去准备的 那我走了 我走了 一吓我又跳你 不怕被人看见 拿着吧 这什么啊 好好喝 冷泡茶 接触用的 你跟谁学的 我养父以前很喜欢喝 他教我的 你都叫他养父 我叫他爸爸 说草草草草草就疼 谁啊 王高 嬷嬷姐 现在给你化妆吗 化吧 喂 你有时间回来一趟 我没有时间 我这是请示你的预期 晚上九点之前不到家门口 后果自负 我还有什么后果可负的 你没有 妻子也没有 进 哎呀 有意思 你以前 不是不喜欢这种东西吗 是啊 自从把你养肺了之后 我想换个养孩子的方法 说得对 大号练肺练小号 祝您成功 坐 坐吧 在我们家呀 沙发是用来坐的 你有什么话就直接说吧 你就非让我养着脑袋 跟你说话吗 喝吧 没有毒 冷泡渣还记得吗 你小时候啊 总给我泡 不记得了 那天你说的话 我回去好好想了一下 觉得你说得非常有道理 这工作不能分归间 但是人分聪明和蠢的 怎么说你也是我带的 有那么蠢吗 于是 我就简单查了一下 那个什么肖木 姚梦归 还真就查出点门道了 怎么样 要不要看看 还是说 你早就知道这一切 但还是决定和他在一起的 儿子啊 你这是恋爱的 你想要干什么就直说 坐下坐下 我可没叫你遇到事 就这么不冷静 心浮气躁的 好 那我就不卖管子 第一 立即辞职 你想做影视爷 可以 我帮你联系工作 你想做大经纪人 想成立影视公司 没问题 但是 我陈一群的儿子 不能在剧组给人端茶送水 这不可能 第二 如果你说这不可能 那我就立刻把这条新闻 发给业内所有的好朋友 你的那个肖木也好 姚梦归也好 这辈子就不要再想站在尽头前了 如果你把我惹急了 没准我会直接把这条新闻 印在咱们家产品的包装纸上 你不要想着表面上答应 但是北地里和他不明不白 我都看到了 第三 搬回家里来住 我要每天都能看到你 你可以心里不服 没关系 我只要给你嘴上扶就行了 有意思吗 你为什么总是跟我过不去呢 我替你爸妈把你养这么大 我有责任 你把你亲生爸妈的房子都卖了 为了和他在一起 你可卖老房子还钱 你是不是疯了 我不能看你在外路上继续走下去 前几年 你在外面也吃够了苦头 现在回来 说熟悉 干点正事吧 你可以走了 不许摔门 如果你说这不可能 那我就立刻把这条新闻 发给夜内所有的好朋友 你的那个 乔木也好 姚梦归也好 这辈子 就不要再想站在镜头前了 你怎么上来找我了 你怎么上来找我了 不是想说陪你坐个电梯什么的吗 叔叔那边怎么样 嗯 恢复得挺好的 你找了护工 帮了我们大忙 嗯 这些都是你准备的 对啊 暖马抱什么的 你今天不是有下水的心吗 嗯 是有下水的心 今天天气变凉了 还是有点冷 要不咱们找替身吧 这么冷 你要是感冒了该怎么办 演戏是演员的工作 是我的职责嘛 怎么能找别人代替呢 而且 如果是替身帮我演的话 机会会受到限制的 很多情绪表演不出来 沉默 不是你鼓励我说 要做一个真正的演员吗 那你自己当心点 实在检举不住了 就要及时叫停 知道了 你放心吧 我从小在村子旁边的河里游泳 我水性好得很 不然 咱们改进比比 你今天好啰嗦 都没有平时哭了 你要是真的担心我感冒的话 就拿那个毯子 把我给裹住 放心吧 我都准备好了 好 吃这个 开机了 容金 准备好了 随时可以开始 好 好 很好 好 孟贤 我好 词 我走 我欠缓 嗯 也有些 也有些 我走 你 想到我 欢喜 我走 我走 不再等待 快给杨老师的药下不过来 看不到 不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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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忽然一个眼神 爱上你我能够 转身 爱上你 来了 谁啊 你怎么穿这么少 赶紧多穿点 还有你的手 小心一点 这么多零食 你不是说不让我吃零食吗 怕我拍戏期间长胖 那你就别吃了 别别别别 你别说这种吓人的话 你别看我今天手受伤了感冒了 但其实啊 这个戏我拍得特别直 张导今天还特意表扬我了 其实 刚下水的时候 是有点冷 手也有点疼 在水里的时候啊 其实真的还好 就是上岸那一下 真的是要命了 嗯 你知道吗 当时在水下的时候 我还企图睁开眼睛 根本没那个可能 那个水可脏了 我就强行把眼睛睁开几秒 就完全受不了了 后来我才知道啊 你水下的戏份 是专门要去那个 水下摄影棚拍摄 根本就不是在海里直接拍的 厚白表现 你怎么拉沉默 为什么 你在跟我开玩笑啊 我还有别的事情要做 可是你之前跟我说好了 会陪我拍完出血之下的 你就不能再坚持一下吗 你应该能找到一个好的借口 来结束这个烂谈子吧 不要做烂好人了 把难题都留给人家女孩子 小蜜那边我已经打过招呼了 现在助理马上就到 你哥很开心 陈墨 现在助理到了之后 你要小心一点 不要再大断烈烈 还有一个月就要结束了 你姐到底什么时候回来 陈墨 叔叔那边我回去照顾她 你也不用太担心了 陈墨 你跟我说实话 到底是为什么呀 陈墨 我觉得我们 不太合适 虽然上次我喝醉了 但是我记得 你亲了我 对吧 你要不要脸是你亲了我 不重要 你自己觉得你有可能跟我谈谈 你又觉得 我这样跟你做跟班 能跟多久 现在所有人 都因为这个工作 嘲笑我 是 这是我选择了 但是我也可以选择不走下去 凡事你也多考虑考虑我 别那么自自 你好好休息吧 陈哥你这么急着走啊 你这么急着走啊 你这么急着走啊 要不明天吧 不冷 明天我怕我狠不下心来 狠不下心就留下啊 我还有点私事要处理 等不了了 姚老师 知道你现在就要走吗 她应该不知道吧 那也不要跟她打个招呼啊 那也不要跟她打个招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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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多了 做那也不要跟她打个招呼 我需要勇气 向你呼喊 把我忘掉 想站在开世界书间 一场持久的爱情 注定会回到无悔前 正我这样 一直恋着你不想输掉 伤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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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伤心的 伤心的 伤心的 存在 挽留过 情光过 每次让回忆停掉失去过 曾拥有过 像傻子一样奔跑过 而话说过 收回成都是你要的结果 平凡的假装 这错过 从未发生过 曾经感动的 伤心的 已不重要 猜透你的答 或许吧 可我已迫不及待 抵达彼岸 把我忘掉 想站在开世界书间 一场持久的爱情 注定会回到无悔前 让我这样 一直恋着你不想输掉 伤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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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希望的 绝望的 伤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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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办 好 晴嵐 你还没走啊 懵怡 早上好 懵怡 这么早 没打扰到你睡觉吧 没有 你怎么来了 这不是单单辞职了吗 我赶紧把新丹丹给你送过来了 快跟睦睦拿个招呼 睦睦姐好 我叫丹丹 这沉默也是太不负责任了 怎么能留你一个人在剧主呢 衣食住行方方面面 其他明星一进组 恨不得开辆卡车进来 你脾气好不计较 我可不行 昨天晚上一听到这消息啊 给我气的呀 这是给你买的早餐跟咖啡 也不到你爱吃啥 所以就多买了一些 这是 这是 陈 不是 前任丹丹入职的时候我给她的 没想到她在封屏上写这种字 我去给你换 按时头位 早上七点半 中午十一点半 晚上五点半 好 力气过大 养合力堪比恶全 千万相信 你吃我一样会胖的 那我愿意冒下这个风险 性格稳顺活泼 续航能力极强 需要按时溜温 我警告你了 你别过来 小烟花有什么可怕 别闹了 好好好 没事 你就住这种地方了 这沉默也是 不给你带个加湿器 我这进来这么一会儿啊 脸就发干 这男人是真不行 你叫什么名字 丹丹 不是 我是说你的真名 月月 月月 好 我记住了 把鞋拿出来 把鞋换上吧 我来我来 看看接下来的图报 形成什么 来 给我吧 来 喝点水 为什么他们对我这么殷勤 我反而不适应呢 对了 对了 晓雯 我问你个事呗 你说 你说 你知道 陈默后来去哪儿了吗 这个 我还真不知道 要不 我帮你打听打听 不用了 我就随口一问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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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又来了 你都没有自己家的吗 你怎么也在这儿 你不上学的吗 那你管我 你 你这一生怎么回事 别提了 我跟着我爸开了一天的会 我现在什么都不想说 都这么长时间了 不给杨梦归当狗 有那么难过吗 我难过 难道不是因为我在给我爸当狗吗 有个好爹你还抱怨 我跟我爸抗争了这么久 不就是为了争一口气吗 那你现在怎么不争了 是不是被你爸抓到什么小辫子了 你话真多 你来了 真难得呀 真正话多都回来了 他也回来了 怎么回事啊 最近他也很反常啊 我明天去幼儿园屯宋慈 希望别碰着他 我明天去幼儿园屯宋慈 宋慈 他问明天要去幼儿园拍戏吗 对呀 还有姚梦归呢 怎么样 一起去吗 是不是想念跟我一起并肩作战的日子了 滚 我才不去呢 你看我干什么呀 赶紧拍呀 你打我干什么呀 怪疼的 我看你长得像花似的 我不得多看你两眼啊 不是说不来了吗 不是说已经告别狗仔行业了吗 我 这不是为了陪你吗 再说了 我周末也没啥事 没事你去健健身 逛逛街 读读书 看看报 干什么不行了 再不行了 你去做义工啊 人家为祖国添砖家吧 你就在这儿遍地开花 我说你 人呢 干什么呢 你干吗 我先问的你 你先回答 我 我 我打扫呢 打扫 现在改当幼儿园宝洁了 你不会是来看杨梦归的吧 你瞎说什么 我可没瞎说 你们两个人一天到晚黏黏呼呼的 我怎么会看不出来 我是来看你的 哦 那岂不是更好 快看 狗仔 我姐 陈梦你还是不是人哪 快看 外星人 大外星人 还不算 反正都被发现了 忘不签个名呗 我没特别喜欢你 真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